奥运会再过几天就开幕了 巴黎市政厅广场竞技场7月20号开放了 我们提前一小时来到了现场 从空中看市政厅广场变成这样了 副市长介绍 这里是奥运马拉松起泡点 但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文化活动 每晚都有演出 全是免费的 欢迎大家参与 广场上还有环保食品做法 还有预防教育的心理咨询室 等多种辩论设施 人越来越多了 晚会拉开了序幕 一群年轻人献上他们的舞蹈 巴黎著名的风马俱乐部的歌手和五星 也赶来祝幸 我会拉开了序幕